各位同学好 我们看一下3-2范例1 3-2是平面运动的描述 在这里我们会用到我们3-1的向量的加减法 然后把它用于我们的位移 用于我们的速度 因为这些呢 都是有方向性 在第二章是只有直线 但在第三章有另外一个轴向 可以走 它可以同时前后和左右一起动 往前又往右 或往左右往后 或往左右往前 所以要考虑的不是只有一条线 而是两个方向 两个轴向 好那我们来试试看 首先某个指点在平面上 做速率为每秒2π公尺 半径为2公尺的等数圆周运动 从A到B点所花的时间是0.5秒 等数圆周运动的意思就是叫做等速率啦 那其实这里已经 题目已经不小心把答案写出来了 平均速率的话 因为它是等速率 所以平均速率就会是不变的 速率就是不变 速率就是不变 所以如果它已经告诉你的速率是每秒2π公尺 那答案平均速率当然就是每秒2π公尺 不过我们也可以才算算看 首先第一小题的第一小格 它要我们求路径长 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路径长 路径长就是所走过的路都要算 它可以代表你真正走的长度 但不一定可以代表你的方向性 不知道往哪里走 路径长l它其实就是走过的路 那在今天的这个例子里面 它就是 它就是A到B这一段 A到B这一段 这一段圆虎就是它的路径长 那恰好是四分之一圆虎 四分之一圆周 所以就是四分之一乘以2πr 可是这个r又是两公尺 所以结果是π公尺 这是第一小题的第一小格 那平均速率 是V average 它是路径长对时间平均 时间是0.5秒 所以答案是π 数以0.5秒 结果是 这里写错了 应该是这样 所以是2πr 平均速率就是2πr 那跟它一开始给的是一样的 那第二小题 位移 位移的话 在我们的第二章 是曾经介绍 它有大小 而且还很有方向 可是它的方向呢 在时间很短的时候 才会比较精准的表达 物体真正的运动 好 那我们在第二章 习惯用DOTA x 代表位移 这个是一直线的情况 一直线的情况 它的竖线就只有x轴 可是我们现在是平面运动了 平面运动会有y轴 它可以在左右移动 也可以同时有上下的移动 所以这时候我们会把它改成r 然后而且要加一个箭头 代表它是向量 好 那位移还是一样 其实就是出位置指向末位置 所以今天的位移 其实就是a指向b a指向b的这一段 深紫色的箭头 这个就是它的DOTA 就是位移 那从这个几何关系来看 这一段的长度 就是根号二倍的半径 那这个呢 还包含了方向 因为位移是有方向 这是方向 向右 可是 题目只有问我们它的量值 量值就是只看大小 我发现一件事 位移它是没有时间的 所以这里的单位写错了 应该是这样而已 好 所以这就是 第二小题的第一小格 那平均速度呢 平均速度呢 平均速度就是位移对时间平均 在我们的第二章的时候是这样的 是DOTAX对时间平均 在我们的第三章则是变这样 变成了一个向量 位移向量对时间平均 那结果就是2 对时间平均 对时间平均 然后方向还是一样 那结果就是 4 4 2 每秒4 2公尺 向右 那一样它包含了量值和方向 但题目只问我们量值 所以我们就只要写4 跟号2 好 再来呢 第三小题是难的 很多人第三小题就会算错 怎么说呢 第三小题要问的是 平均加速度 平均加速度 首先你要先回忆一下 平均加速度的定义 加速度是速度变化的某不某 那 在第二张的时候是这样 它是速度的变化 辅到b 对时间平均 它也是 墨速度减粗速度 对时间平均 那今天呢 是因为它是一个等速率的运动 速率不变 代表说它的 在绕远的过程中呢 在a点的速度大小 和b点的速度大小是一样 都会是这个 每秒2π公尺 那有些同学就会觉得说 那我在这个b点的时候速度是 每秒2π公尺 我在a点的时候速度也是每秒2π公尺 然后相减之后就等于0 加速度就等于0 不对 因为今天它不是 在一直线 它的速度向量的方向是不断的在变的 所以啊 其实是要 把它用向量的概念 来处理 墨速度的向量 减去初速度的向量 再对时间平均才对 那什么叫做 墨速度的向量 减掉初速度的向量呢 我们这里又有另外一张图 已经事先复制在最下角了 我们拿来用 那 你可以看到它有橘色的箭头 这个橘色的箭头指的就是 它瞬间的速度 像a的话 它瞬间的速度就是朝着这个右上方 b点的速度是朝着右下方 意思就是说它的速度的方向是有改变的 它是从 这种状态 假如说这叫va 然后变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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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到了这种状态 变到这样 那我们就要用向量的减法来处理了 这就是我们前面练习的向量减法 如果我们想要知道vb-va 求vb-va 那怎么办呢 是不是就变成vb加-va 所以第一步我们先把va把它颠倒 把va如果颠倒的话变成这样 这个叫-va 然后把vb去加上-va 把vb加上-va 把vb加-va 结果变这样 那vb加-va以后 再把这个 vb的头连到-va的尾巴 把vb稍微移一下 这个字移过来这边 好那接下来把vb的头连到-va的尾巴 那这个就叫做vb加-va 就是vb-va了 好所以 所以呢 这个vb-va竟然是向下的 竟然是向下 而且它的大小呢 就会是根号2的vb或va 根号2乘以va 那因为va和vb是一样大 所以 结果它其实是 根号2的vb 然后对时间平均 vb和va都是等于v 因为它的速度都一样大 速度的大小都一样 都是每秒2π公尺 所以结果再把数字带入 就是 就是根号2乘上每秒2π公次 然后除上0.5秒 所以结果是 4 根号2π 那记得这是加速度 所以它的单位是 秒平方分之公次 这就是答案 所以这个第三小题要特别注意 是向量的相减 好 再结果 再来